我沒有行蹤成名 也沒有神秘失蹤 我現在站在龍捲風的 這個主持的位置 今天我們看到 王宥正到了高雄 去專訪了韓國瑜 韓國瑜說了Yes I do 這代表什麼意思 是 立剛 這個非常難得 因為新聞生活龍主持人 王宥正特別乃下高雄 去訪問了韓國瑜 結果他在裡頭 講出了一個非常重大 一個訊息 我們來看看到到底說了什麼 韓國瑜市長 您願意參加國民黨的 黨內總統初選嗎 您的回答會是 我不講師父嗎 信仰信仰手要放在聖經上嗎 You want marry him You want marry her Yes I do Yes I do 如果我被徵詢的話 我的答案 會是Yes I do 如果我不被徵詢 那我I do I don't 都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屬於 你符合我一貫的 就是我身為高雄市長 高雄市民對我的託付這麼的高 我只能最多告訴他 你老公是個頂天立志男子漢 我一旦決定幹了 你就追隨我 就是如此了 為天下蒼生 這個還有什麼好講呢 你比方說王院長 比方說郭台銘董事長 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透過我們深紅的專訪 能不能跟黨內同事談話一下 呼籲一下 或者您有什麼話 想對這兩位有意見的競爭對手 來說呢 其實這些您參選者 你抬高一看的話就會了解 團結在一起這個賬都不見得贏 分散必敗 那如果不團結 蔣白的總統大選勝算誰最高 克批 只是大家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而且這個君子之爭 就算是意見的不一樣 都不至於會傷感情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個人是絕對有這個高度 你看我選高雄市長到現在 我被每一個月一黑 每一週一黑 每一天一黑 每一分鐘一黑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我沒有罵過一個人 我被黑神那樣 我都沒有罵過一個人 我也沒有去告過一個人到法院 所以我能夠對我的競爭對手 我都這個態度 何況是黨內的同仁 所以一定要從大局著想 你看你看 他這次算是 過去如果算是比較被動式的話 他這次是非常 斬釘截鐵的講出來了 I do 他就是願意 他要參加這個初選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吃下了一個定心丸 但是我譬如說 過去這段時間 他受到的壓力也很大 其實讓他變得心力交瘁 我們來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上那個電台的節目的時候 電台節目問我的心情 那我就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 我自己選上高雄市市長 自己心裡面 絕對不能有驕傲的感覺 以為落水口上了案 抖起來了 這不是我的個性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傻利 很豪邁的個性 可是現在因為太多重壓力 想法跟期待在我身上 所以事實上 這個講一句武俠小說 任督二賣 都亂套了一樣這種感覺 因為很多的壓力 所以我才講用心力交瘁 這四個字來形容 立剛其實你看 他自己說他像任督二賣 都亂套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各方來自 各方的壓力都很大 除了韓家軍 韓粉在拱他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什麼 是因為中央 因為如果中央 像以前對待陳菊這樣 你要什麼給什麼 要五毛給一塊 這樣的話 韓國瑜根本也不會出來 他就好好跟他高雄市長就好 但就是因為中央 不斷的對他打壓 我是覺得 我很多事情我覺得很納悶 還有一些相關的反應 到我這裡來 像今天早上 某一個國家 一個官員到了高雄 但是 他不太願意跟市長見面 有關我們外交人員 大概就勸他 不要見韓市長了 大家有麻煩 人家也尊重中華民國外交部 那其實跟我見個面 沒有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 是誰跟這個 國外來的這位 這位官員講 不要見韓市長 我不知道 但是人家傳簡訊來說 還是不要見面 我們就尊重 所以很多事情 我處處覺得不太順暢 立剛你看卡成這個樣子 會不會太誇張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當初韓國瑜剛當選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俄羅斯航空 很多國外的這些媒體 新加坡 日本 很多人甚至美國都跑來見他 為什麼大家都想來看一看 這個人到底怎麼竄起來 其實不過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會傷到你中央什麼嗎 結果現在外交部居然還干預 他不是只有這個地方在卡而已 基本的建設 二階輕軌 這是你民黨 當初自己執政的時候規劃 結果中央30億補助 到現在沒撥下來 那是怎樣 就當作這件事沒發生 反而壞人執政 你們就不管了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更離譜的是 小港林園捷運延伸線 規劃費而已才800萬 中央到現在也沒撥下來 那意思是怎樣 就是不用做了是不是 換人就不用做了嗎 所以讓我們真的覺得 會不會太誇張 我跟你講 誇張到什麼地步 誇張到連含黑都看不下去 這個是一個PTT 黑Politic 正黑版 正黑版有一個人他就這樣講 本初代含黑 北農時期就討厭他 選捷也時常黑他 含狗瑜 含狗瑜這樣稱呼他 但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照常看韓總新聞磕磕笑 突然覺得他很可憐 所有人都要圍攻他 任何有點知名度的人 都在踩他一腳 每天言論都被恥笑 然後很多醜化的梗圖 慘了是不是黑酒的 開始同情他 然後要轉韓粉了 當然 其實我自己看 這個其實是一種嘲笑 諷刺的語氣 但是就算他這個含黑 大家都知道現在這麼多人 在圍攻韓國瑜 很顯然 連含黑自己都承認 他們是在圍攻對不對 他們很多人就在盯著他看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只要跟韓國瑜 沾上一點點邊 你馬上可能就會豬羊變色 好人變壞人 壞人變好人 這個很難說的 比如說最近發生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苦林大哥 在政論節目上面去指控 指控什麼 指控說館長 為什麼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會跟韓國瑜做直播 還挺韓國瑜挺得要命 是因為有某政黨送錢去 送了50萬給館長 館長 對 真的假的 而且我跟你講 講的斬釘截鐵 結果館長聽到這個消息 氣得在直播裡頭大罵 說要告苦林 而且還氣到留下 所謂的男兒淚 這個很少看他流眼淚 問題是 這樣的事情一出來之後 一堆人在挺館長 你知道包括民進黨這些人 以前把館長罵翻了 這些人都跑出來挺館長 結果苦林大哥今天早上 突然直接把體書撤掉 然後他道歉 他說他是聽說的 聽說就這樣亂寫 對 其實根本沒有任何證據 然後所以他也道歉 所以第一個 難道犯率的支持者 都是這樣隨便胡說八道一通 然後後面嘲嘲了是道歉就算嗎 然後再來 這些現在在講館長好棒棒 因為館長最近在罵韓國瑜 所以說館長好棒棒這些人 段儀康 趙天霖 陳其邁這些人 你們之前段儀康你記不記得 你說館長是眉心眉肺的垃圾 是在插北插小的 對眾人就是厭惡自己瞧不起 然後趙天霖說館長是不入流的 因為那個時候 館長專訪韓國瑜 是 陳其邁當時應該看政策紐落 不是看這些直播什麼這些東西 他當初你們都這樣講 現在角度一轉換 館長突然又變得好棒棒 這就是民進黨的標準嗎 當然有的時候我們從 實際的政策面去看 我覺得像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像5月16號早上拍攝 你看才鋪了兩天馬路 高雄突然間崩又一個洞 高雄市和平路六合路口 我覺得這樣的監督其實非常好 為什麼 有錯就是要改 但是我跟你講 後來高雄市馬上找人去 把他撲平了 撲平了之後 這個粉絲 這個其實專門黑函的粉絲專頁 他就說 你以為馬上叫人補 就沒人知道嗎 但是我必須說 你以為這個只是亡羊補牢嗎 其實不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做的時候 發覺 他們立刻發覺 真的就一個洞下去 那為什麼 其實就是老問題 因為下面湘海 1萬多個破洞 弄誰留下來 還不是你花媽吃還留下來了 沒錯 你們執政了多少年 所以我必須說 一個上任5個月的人 要為這1萬多個坑洞負責 然後執政了20多年的政黨 跟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們自己評評理 這個東西合理 如果說這一些 黑韓的粉絲專頁 這麼注意高雄市政的話 我們大家想一下 過去高雄和平一新入口 高雄和平二入口 然後三平區正中路 一華入口 一新文婚入口 這都花媽實在 車子一台一台掉下去 坑大成那個樣子 對啊 是 然後你們都覺得沒事 梁蓉蓋生 本來這韓國瑜是吃出無名 但是這綠營這幾個月 對他的手段是越來越殘忍了 但是韓國瑜居然還自爆說 外賓來到了高雄 他們居然有被這外交部告知說 不要跟韓國瑜見面 難不成小英他吃醋 怕韓國瑜搶了風采呢 為什麼韓國瑜會去拼說外交部 要這些外賓 不能來看他 這就很離譜 你看 為什麼這些外賓 韓國瑜怎麼會知道 是不是這些人客 來和經營的時候 有話說你們外交部 怎麼有人這樣 我們在外國人看 你們是同一國的 對啊 還會說叫我們就不能來看你 這一定是他們拼出來的 就這麼外賓來拜訪的時候拼出來 我覺得說 用這樣是沒意思 所以蔡英文總統 其實不用怕 你用這個暗部 你像說外交部你交代好 那人外賓來訪問 你給他拼一下叫他高雄農 你這樣下去 人家他去又嚇到韓國瑜拼 他說他叫我們不用來 要看像你們自己 像你們自己同一國 我才會這樣就對了 因為高雄他們不了解 你越像人家的外賓越來 因為現在高雄 在這個世界的靈建度很高 大家透過的忙碌 透過什麼 所有的發酵 大家回來就是要去高雄 要去看看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了 你越擔心了 韓國的民調會越高 因為早就在這個節目有說過 你民進黨對韓國瑜越擔心 打越鄉 韓國瑜營養分越多 他就這樣 人是這樣嘛 極志成志 他為了要跟高雄做好 我覺得他頭髮很差 應該是說 你中央 韓國瑜現在欠什麼 蔡總統剛開始 他不是說 他六都他都要去看 是啊 他應該是說 我一個行政院長來 韓市長 你高雄要什麼 要基調 國際化 要大隻輝人家的我們背 大行李 看多少錢 行政院長叫高通報 馬上一行 你現在焦化全庫 自由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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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處理 你補路沒有錢 來 來進補 配合一看 先補了 都滿著你 這樣高雄市也好嗎 負責很多 來 在進補那個高雄市 我們喬收的稅收 高雄市的利息錢 我們要把它落 這以前我們的當地執政的時候 把他們留下來負責 一日要八百幾萬 一年要25.5萬的利息 所以說這怎麼會幫忙 今天他如果用這樣來對台的韓市長 你看韓市長剛才說 因為高雄如果要好 中華民國不可以倒 所以我要把中華民國救起來 才可以救高雄 他割英文 所有的民調就是說 他屬韓國瑜而已 對 其他人要贏的就拚到 如果這樣是不是 他就要叫韓國瑜不要出來選 是啊 他就 你要給我都給你 這樣我救高雄 不用你國民黨執政 我民進黨我割英文繼續執政 我同樣幫助你救高雄 讓高雄翻轉 這樣給你嗎 你不就要這樣處理 韓國瑜今天要出來選 輸出無名 人大小小就跟你說 你就好做 人中央政府的大方都要聽他 都要幫你做 都要給你滿足 給高雄市民滿足 你為什麼要再出來選 你選就為了你自己 不是為了高雄市民 對不對 對 這樣下去 韓國瑜這個滾爬就沒力了 像我錢在東西裡面 是 人家幫他塞軟弓 這個軟弓塞到 這樣高雄的財政可以改變 高雄的發展可以改變 集合機會創作出來 自然稅收可以增加 所以韓國瑜今天 輸出優名是因為這樣 他越能夠出來 當然他能夠出來之後 民進黨越拆越大 他營養分越多 牛 你把它刺越大 煩大就越高 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 黑韓的方法真的很多 而且現在這時候 不管撿到什麼東西 都可以當作是武器 之前的時候 民進黨的三個委員 段一康 還有包含了管碧琳 以及王定宇 他們都在罵誰 罵館長 因為那時候館長跟韓國瑜 之間做直播 可是現在館長罵了韓國瑜 不得了 還馬上這個館長 他現在就已經變成 是民進黨的武器了 而且甚至還誣陷說 韓國瑜你給了國瑜 館長50萬元 是 不過我澄清一下好了 苦林的講法 大概原本不是說 韓國瑜給了館長50萬元 而是說某個黨 而且他在講某個黨的時候 還特別排除他旁邊的黃子哲 他說不是你們黨 這什麼意思 某個黨又不是國民黨 所以他在暗示什麼 他在暗示是共產黨 他想要意圖 用這個方法去抹紅韓國瑜 看看韓國瑜選市長 是共產黨幫他出了50萬給館長 所以館長才邀他去直播 所以館長才像之前 民進黨三個立委批評的 說你5個月 去年5月的時候 你不是還說高雄建設很快 進步很快好棒棒 怎麼到10月的時候 你就附和韓國瑜說的 又老又窮呢 他們這樣子攻擊館長 我覺得我其實要在這裡講 就是說館長的這個人 他不是一個壞人 為什麼 他其實不只捐給高雄50萬 他之前還捐了180萬 給高雄的海軍陸戰隊 這是為什麼館長這個人 讓網友覺得 他是一個熱心腸的素人 所以他的粉絲很多 可是我要提醒館長 今天這些綠營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段儀康 在館長監督他說 蔡英文政府把原本要給這個 另外一個布吉納法索 因為那時候跟我們斷交了 所以100萬美金就轉捐給WHO了 那個時候館長怎麼說 館長說我要為這個 基層的這些運動員 運動員都要去吃土了 蔡英文有錢都亂花 基層的員警 消防 醫護 家企 通通都沒有了 你有錢搬去孝敬這些外國人 但是你卻沒錢照顧自己的老百姓 這樣的質疑對不對 對 可是卻被主持人你剛剛講的 民進黨的立委群起而攻之 民進黨的委員就是這樣 當你的立場 可以被他拿來剪作槍的時候 就捧啊 捧啊 尤其是我們看到最近時代力量 黃國昌也出來捧館長 他說我還滿欣賞他的 如果你出來挑戰國民黨的話 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這些人的心態都一模一樣 但是我要提醒館長 你是一個很熱心的素人 你最近也一直針對韓國瑜 是不是會做好做滿這件事情 不斷的在抨擊韓國瑜 我就要請教館長 我們做人不能有雙重標準 對不對 當你在檢視韓國瑜的時候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都應該要被檢視 但是你有沒有用相同的標準 再去看看你現在力捧的 蔡英文政府有沒有 當你站在蔡英文立戰她說 這個對抗大陸 對抗得好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蔡英文 其實是把台灣的處境 陷入一個跟大陸無窮對抗 無窮的向下回圈當中 我不知道館長 你都有沒有注意 連所有的監察院 都因為有蔡英文在裡面 提名的監委 不斷的去修理那個 判決這個段儀康要吞取冠球 不是判段儀康吞取冠球 是判段儀康指控的那個林蒼敏 他說這件事情你調查不公 意思就是他要護航段儀康 當整個監察院體系 所有的體系都變成東廠的時候 館長你看到了嗎 因為所有的國家機器 都被民進黨拿來對付這個 對付那個 連情治機構 以前你們所害怕的白色恐怖 通通都回來了 館長你看到了嗎 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還在嗎 如果不在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出來譴責 你對韓國瑜相同監督的力道 來監督這個無良的蔡政府 如果不這樣做 那麼你是不是因為 這些民進黨的立委攻擊你 讓你覺得很恐怖 或者是像苦林這樣出來 對你無地放使污衊 雖然他現在又收回去了 你的痛哭流涕是因為 你覺得民進黨這些人壓肩嘴力 可以對你館長造成威脅 而韓國瑜不會 他厚道 他善良 他默默接受你的監督嗎 我必須要問這個館長 你這樣是不是雙重標準 有 你之前說到這個 民進黨的裡面 有一個中央廚房 那個中央廚房 是專門來對付韓國瑜的 之前是國安情治單位 在進行動作 但現在這個時候 整個好像完全的升級 連外交單位都開始動手了 他們現在究竟在玩哪一招 這樣 我沒有說是民進黨 我說民進黨政治 是有一個中央廚房 這個中央廚房它有幾個架構 一個是行政院的架構 另外一個是國安會的架構 另外一個是情治單位的架構 那統籌於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郭俊玲 我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我先講 國安局就是情治單位的 情治單位 各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講 由於高雄市調處很多官員 他比較同情韓國瑜 然後打的報告對韓國瑜 雖然不是太好 但是也沒有惡意 結果全面性的改組 由台南市非常厲害的秦太龍 過去主持高雄市調戰 那他高雄市調戰 每一天都要去收集韓國瑜的行程 然後最重要 韓國瑜他會見的人士是誰 還有每一天都要做韓國瑜 什麼時候宣布參選總統 會見的都要當作語情一樣 送到上面 那這一次外交部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應該是不只一個國家的官員 要去見他 而是說有幾個國家 像包含日本 那包含日本他除了是交流協會 交流協會我就不談了 有幾個日本國會議員想到南部說 我們跟韓市長談談好不好 外交部說我們不方便安排 所謂不方便安排 這個就是外交辭令叫做什麼 我等同拒絕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請韓國瑜吃飯 是日本的國會議員 或者韓國瑜想要請我們吃飯 你最好不要吃 這個外交辭令 就我所知已經不只一個國家 最重要的是來自三個國家 這是我的猜測 一個是新加坡的官員 因為新加坡的官員 一直想要見韓國瑜 然後一個是日本的國會議員 也想見韓國瑜 還有一個是來自於 跟我們關係非常密切 有情報合作的國家 這三個國家的官員 通通都想要見韓國瑜 但是在外交部那個地方 他們說不便安排 不便安排那是外交辭令 今天外交部自己講的 希望韓國瑜說清楚 但是我也建議外交部 你也說清楚 有三個地方的官員 無論是國會議員或者是官員 你怎麼可以用外交辭令 把它推脫掉 這個我如何知道 是我日本的記者朋友 他跟我講 因為他有一次跟我通話 他說你能不能安排一下 我們的議員 如果到台灣 想到高雄去玩個三天 結果一個禮拜不到 他說他們來了台灣 但是我們台灣的外交部 說不便安排 那我說既然他不便安排 那你不能透過我來安排吧 我說那我並不代表外交部 這個就是蔡英文的做法 我現在建議總統 就是說你對於你自己的官員 千萬不要這樣子做 畢竟韓國瑜是高雄市長 他不是一個間諜 他也不是共諜 你不能用間諜跟共諜的方式 去對付一個直轄市長吧 我們看著民進黨這批 他們現在打蛇 隨棍上 之前那時候罵館長是垃圾 現在說館長是有Guts的人 可是也可以注意到 這變化得快 快到讓人都要傻眼了 可是也可以注意到 這也是民進黨 他們一個本來的本性 甚至現在這個時候 為了讓韓國瑜不好過 連你們高雄的建設發展 連高雄要曝光的機會 都要把他犧牲掉嗎 這讓我想到什麼你知道嗎 我記得以前韓國的你選市長的時候 孩子 小典說的一句話 你們大人真噁心 大人真的很噁心 一個人小典就這樣說 但台灣我常講 我們都住在台灣 今天台灣的變 越變越嚴重 變得都不進行 你知道嗎 都不理念 沒理想也不理念 就一直變 尤其說當民進都出現後 這個小的變得更恐怖 真正越恐怖 變得更 Xavier 你真的假的都不知道 越看 看貫 沒看貫 把台灣整個座民都給大家討論 都看你要全貫 要怎麼拿到貫 要怎麼拿到貫 現在台灣所看到的只有這兩項而已 貫 貫 這樣而已 怎麼會變成這樣 台灣才會變成這樣 以前的狗就像我們人 撈一個名 撈一個貫 我怕損這個小貫 骨氣要撈下去 我們要繼續送都沒關係 要愛送都沒關係 尤其是你這個政黨在副頭 你這個政黨我經常說過 我一直說民進黨你要認得清楚 尤其是剛才台灣你要認得清楚 民進黨這三個不特地留在台灣 不特地留在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還說回來 國民黨你也要死 國民黨 國民黨今天我就經常說過 那麼多人支持在國民黨 今天有一個韓國瑜 那麼多人要支持在國民黨 你今天要去撈一個死 國民黨你要去撈一個死 我就沒辦法了 我就沒辦法了 你今天要去撈一個天啊 你現在看台灣 現在是民進黨在接政 現在是民進黨在接政 要有一個武黨叫做台北的柯文座 麥酒金金在那裡你看 現在贏的民是誰 你國民黨呢 國民黨你現在贏的民 贏的贏的贏的 韓國瑜就贏了整片了 民進黨幾十年來 剛才嚇了韓國瑜 民進黨是天不怕 地不怕 這一路走來 剛才看到韓國瑜開始撈水撈球 就是民進黨的 這個人素敏 素敏 都把我民進黨整個打死 就是韓國瑜 這是國民黨的救車 有好好的一個人拜在民族 你國民黨看 你國民黨看得很厲害 要打死 我們在看 我們在看很清楚 我們雖然一個素敏 我們切砸不斷 但是當時韓國瑜 支持韓國瑜這些人 包括在美帝林 在聽韓國瑜這些人 你們現在的既行動 你們辯 人民也看得很清楚 你們委託是誰 委託是誰 我相信你們很清楚 但是人民看到更清楚 所以我只要跟你說 這台湾是我們大家在打 我們在追求理想 理想 理念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有理想嗎 今天有理念嗎 沒有罵 完全沒有罵 不怪一個小小兵 會跟你們拼想說 你們大人真噁心 這樣你又聽不懂 今天又聽不懂 國民黨你還要倒閉嗎 還要倒閉 我也沒辦法 所以天就要停在 就要讓你國民黨去四回省 有一個韓國瑜 你怎麼也不好好 疼熱 愛笑 沒有 我看到你 已經在議會裡面 跟韓國瑜質詢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場景 在講到這外國人 沒有想到我這個外交部 居然要外國人到了高雄 去不要找韓國瑜 難不成現在中央 對於你們這些高雄人 可是吃人夠夠嗎 真的 其實我們今天聽到 我們也覺得很差異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再跟國外這邊 來做交流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要分政黨的色彩 應該是中央也要一起來 協助高雄才對 怎麼會有外國的友人 要來拜訪高雄的時候 中央居然外交部這邊餘阻 我們覺得非常的誇張 其實誇張的還不止這一項 其實我們今天在質詢的時候 有特別問到 因為韓市長他在之前 一直背這個可能1450 就是網黑 他們在網路上流傳什麼 說韓國瑜市長上任 不到四個月時間 已經借了366億 其實這些錢是誰借的 花媽借的 跟韓國瑜市長 一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他們也黑 說韓國瑜市長上任以來 這四個多也完全都沒有建設 但是花媽卻有很多的建設 馬英九時代播給高雄的 因此我們在看到網路上 既然這樣子流傳 我今天也問了韓國瑜市長 我說既然馬英九總統 在擔任總統的期間 挹注高雄這麼多的重大建設 那麼請問你 蔡英文總統有沒有比照辦理 一樣照顧高雄呢 沒有 我們聽到的多麼的心酸 光是0元的這條800萬的 規劃的費用也不補助 然後我們現在高雄 是非常重要的捷運黃線 還躺在哪裡 還躺在中央 可能還躺在行政院長那邊 到現在這麼多個月都不動手 都沒有動 都沒有動 完全沒有任何進度可言 那更荒謬的是二階 輕軌二階 他們車廂在前朝時代 在花媽的時代 不是買進來了嗎 對 已經進來了 現在在高雄 對 但錢呢 沒有 沒錢 車廂進來了沒錢 沒有 所以你看 現在中央對於這30億的補助 還沒有下來 你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未來他真的遲遲拖不給 或者是真的就不給了 那怎麼辦 這30億 對 變成還是要高雄市政府 自己來負擔 那高雄市現在已經負貸 3千 三百多億了 其實林園這條線當初 蔡英文總統到高雄來的時候 是承諾高雄的鄉親要給的 對 對不對 但是現在只是因為說市長 是韓國瑜市長 不是陳其邁 對 結果就不這樣子差異了 對 連個800萬規劃費 都不願意給 我覺得這個對高雄來講 真的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求多 蔡英文總統 如果你心中真的有高雄 你們之前民進黨在高雄 是已經執政了 高雄是20年 高雄現在33年 所以如果你們心中還有感念 高雄市民當初對民進黨的支持的話 希望你們就比照辦理 也不用太多 當初馬英九總統 支持了高雄多少的建設預算 你就比照辦理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講 拜託 中央絕對不要再卡韓了 因為當你在卡韓貴的同時 你就是在卡我們高雄市的 進步跟發展 今天可以注意到 這有兩份民調資料出來 一份是顧寬敏的民調 另外一份是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但民調裡面出來的 數字呈現的結果有點奇怪 因為這喊著中華民國的郭台銘 他居然有許多的民進黨 跟獨派的人支持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現在綠營 已經發動全面的人格毀滅戰 但人格毀滅恐怕還不夠 他們甚至希望能夠把韓國瑜 最好挫骨揚絲 揚灰最好 但是問題是 敵人的攻擊本來是很正常 但如果你自己的隊友 在背後對你下毒手 那恐怕就更難以忍受了 可是問題是最近郭董 炮火不再越來越猛烈 而且好像都是針對韓國瑜而來 我們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我覺得口才好不好 不在於你說出來 我這一輩子 四十五年所做的 我覺得這個外面給我的評價 所以我認為說 做比說重要 那我現在呢 尤其是我現在在想要爭取這個大衛 我覺得我更應該告訴我自己 要謹言慎行 我做得到了 我說我做不到了 我寧可含蓄一點 我不要說一大堆 到時候做不到 讓大家來檢驗 這句話讓人家覺得 爭取大衛應該謹言慎行 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就含蓄一點 不要做不到的事情講一大堆 這個有人認為說 這是不是在影射韓國瑜 尤其是他最近 很多話都有一無意 好像都在酸韓國瑜一樣 那就讓大家覺得說 不是不久之前 你們兩個還像兄弟一樣嗎 在一起嗎 怎麼現在只是為了爭取這個大衛 好像就已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你看就有綠營的節目 一聽到你郭台銀炮轟韓 只會說發大財 馬上郭董嗆韓 左攻發大財 右轟假新鮮人中炮轟 看到沒有 人家馬上就拿來做文章了 理由非常簡單 我們去攻擊韓國瑜都來不及了 你的隊友這時候要攻擊 那太好了 我當然趕快拿來下毒手 現在你會發覺 綠營這邊的動作越來越多 今天最近我們有兩份民調出選 一個是我們郭寬明老先生的 他的基金會做的民調 另外一個是我們吳子嘉董事長的 每一早電子報做的民調 這兩個民調 顯示出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 首先郭寬明老先生這個民調 他與4月相比的話 郭台銀制度上升8.4% 韓國瑜減少4.5% 這一來一回12.9% 12.9% 非常不得了 他說41.2的高頻民眾 不希望韓國瑜當選總統 這比例是最高的 這一副就是 其實你看郭台銘的聲勢 一直在不斷的上漲 我還是要你韓國瑜最好 留在抗球 是 韓國瑜高頻的人 都不希望你出來選 所以你不應該出來 但是你想想看 你的敵人不希望你出來 那就表示你才是 最可怕的那個對手 你的敵人如果一直在拱一個人 那就表示他們最喜歡這個人出來 不就是這樣子嗎 如果我是要刻意做民調的人的話 我最希望的民調結果 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 對 我就盡量去拱一個 我們最希望他出來的人 那吳子佳董事長 這個民調也很有趣 他5月6號的時候藍綠對決 韓國瑜在高雄輸給蔡賴 5月13號的時候 藍綠對決我三腳都 韓國瑜在台南全部垫底 5月17號的時候 藍綠對決我三腳都 韓國瑜在台北都輸給郭台銘 連三輸 你知道 那就不要出來選 不是 立剛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可是怪 對 我跟你講所有的民調 包括每一條自己的民調 他過去都是一支獨秀 韓國瑜都是全國民調最高的 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高雄 台南 台北全部都輸了 請問一下 那個韓國瑜到底是靠哪裡贏 靠金門馬祖 不可能 還是說花蓮台東 不然他是怎麼贏 那你不覺得這個民調很怪嗎 你有沒有看到這上面 郭董是身槍實彈 韓國瑜只有一支相接 人權稱兄弟誰在耍心機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解讀了 但是我必須說 你說台灣現在最有錢的是誰 大家都知道是郭董對不對 那個郭董多霸氣 昨天買條魚 人家把他兩條魚 一千五其實兩條魚 一千五對我來講 都已經算非常貴的魚了 結果我們郭董多霸氣 一千五太便宜 我九千給你買 兩條魚九千塊這樣買了 比到財富全台灣 沒有人是郭董的對手 如果他下這個資源 來做這樣競爭的話 台灣有誰能夠跟他對抗 最近我們發覺 很多過去支持韓國瑜的粉絲 粉絲專業現在都開始變了 突然之間好像開始傾向 支持郭台銘董事長 但每一個人想要支持誰 那是每個人的事情 但大家記得的話 不久之前 不是才有一個風聲出來說 說有人現在正在花大筆錢 到處在買粉絲專業嗎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當時是民進黨放出來的風聲 那到底是誰在買 不可能是韓國瑜買 韓國瑜就沒這個錢 而且他還不需要買 他的聲量一定是最高 那到底是誰在買這個東西 難道是民進黨嗎 那還是其他的人 我們看到說到民調 最近這兩天的時候 今天出來一份兩份的民調 喊著台獨的顧快敏 跟著美麗島電子報的吳子佳 他們做出來的民調 怎麼會是反而高喊著 中華民國的郭董 能夠拉到民進黨跟台獨的票呢 這以前我有看 這份民調我有怎麼看 但是這條工 這份民調有應得性的公法 所以準確度不管 這份民調你不是說 以前他在做什麼支持台灣導致的 不知道超過幾十% 包括蔡總統 那時候他們做蔡總統跟多少錢 那些支持度 對 也做得不夠離譜 他們是恰意的 這不準 但是過台獨的黨署長 他在這個 我看美麗島那樣出來的 這個今天的 他算在台北市他有生長 其他的地方也沒有 所以我感覺 如果初選 韓國瑜最大的對手 原來是過黨署長 過黨署長 你看他現在 除了白鴨鴨以外 他去庶民營道過馬 還去發魚 想說 腳那個就是 但他改變很快 你看他 他坐飛機去彈簿發魚 我就跟他說像這樣去 鄉親不會感受 他現在改坐火車 那兩枚三枚去 這樣 攪庶民做會 那要漏了 所以你看他就會調整 因此 我覺得你如果就民調去國外 不準 但是怎麼樣 他們在做 他們在捧場 他們認為我在捧場 他們認為韓國瑜出來 他們比較沒有贏民 過黨署長 他們認為比較好贏 所以他們的條工 借責一個人 說帶風向就是這樣來 借責一個風向 讓你們大家這樣想 其實 支持者 不會這樣看 所以我看出 韓國瑜 跟過代名 現在韓國瑜又零先 是 但我就說 你要做筆好 都要重新調整 還有就是開始他的理念 要怎麼去選擇 有人說 他在說消費 那個總統兼行政議 對嗎 老兄弟說 不怕這樣會太不容易 他們不了解 這樣後面變怎樣 就是修憲的問題 你都沒有人要去說這個問題 他才說沒問題 沒有一個說總統兼行政議 這就是 你們沒辦法去了解他的心 是 所以他現在 共和民國的政治結局裡面 這個憲法到底要怎樣 有人一直在主張就落格勢 落格勢不受憲也不可以 同樣 有人說總統就有錢 不借錢 不用來國情報告 不用來日本人比順 所以他如果這樣下去 他就要來了 但是要這樣做也要受憲 對 所以這就是等出一個 中華民國將來要怎麼走路 看著郭台銘之前的時候說 他要找朱立倫來搭配當格魁 可是現在這時候 準備要花東行錢 他又找了張善政說 準備要找這個變成是郭張沛 可是這樣看起來 現在目前他們好像要準備 郭台銘要拉攏張善政 拉攏朱立倫 相對之下就來幹掉這韓國瑜 可是還是說 等到他們到時候 總統大位拿到之後 大家再來分章 誰當總統 誰當副總統 誰當行政院長 我先講好了 第一個是誰幫郭董安排 Long State 去複製馬英九當年的模式 這個複製的範本 究竟是誰提供的 況且是從弱勢地區 所謂的弱勢地區 就是從花東開始 從花東開始 然後逆時針在台灣繞個一圈 是誰提供了Long State 這個問問馬先生旁邊的人 那我只有講到這裡 那第二個 他選擇的幾個點 像包含去醫院 包含去果農 或者是農民那裡 包含去東華大學等 這些是誰安排的 各位去想想看 他要的是弱勢的票 他要的是庶民的票 為什麼郭台銘最近一而再 再而三講 韓國瑜不懂庶民經濟 庶民經濟你來問我吧 他也不懂得自經區 去自貿區的區別 來 我幫你解釋 這些備彈 子彈的彈 備用的子彈究竟是誰提供的 我相信郭董沒有這一方面的 我們不能講常識 他沒有這一方面的知識 一定有人幫他安排 然後第三個 是誰發動網軍 就是說現在有很多的網軍 在逐漸逐漸的在攻擊 攻擊韓國瑜 我講的 除了民進黨以外 還有其他的 只不過那些網站 並不具有知名度 再來看 就是郭台銘 他去跟網紅 去跟網紅上節目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從來不談韓國瑜 都是談他自己跟別人的合作 像朱立倫 像張上正 我可以告訴各位 朱立倫的民調是輸給了郭台銘 他的民調高度跟郭台銘重疊 所以他先拉攏朱立倫 所以現在郭董的這一些 我隱約感覺到 幕後有人在下指導旗 而且下指導旗的 一定對政局的未來發展 是非常的了解 這一點應該去問馬先生旁邊的人 我覺得二三四名 不見得能夠相加起來 而且我要講的是 你不覺得這邏輯很奇怪嗎 以郭董一個高科技業者來講 你說我不願意做民調 第一名的副手 可是我願意做民調 第三名的行政院長 這個邏輯怎麼樣 都讓人家聽不懂 而且也會質疑你 郭董 為什麼你這麼選擇性的 去拉攏第三名跟第四名的人 我們看著郭台銘現在這個時候 他這幾天都在講話 而且話語當中 好像都針對韓國瑜 昨天的時候講到那發大財 今天的時候說 不要做不到的事情 就講一大堆 這好像矛頭都指向韓國瑜 不過以目前來看 郭董在南部也在招兵買馬 如果郭台銘他早上你搶搶棍 他最近的表現能夠說服你嗎 我跟妳說 李江 莫忘世上苦人多 不能忘記世上苦人很多 郭董事長 你是臺灣的首富 我向妳相信 但是富貴並不容穿 十歲不容穿 我相信 因為郭董事長 你的財力全臺灣 看到你要出來 好 窩裡的人一大堆 我剛才說過 過去都在韓國瑜 生活比這些人 都在韓國瑜生活比這些人 包括文貴在講話這些人 看到你郭董事長出來 好 倒過 人多多 我們都看得清清楚 那些沒有主張 沒立場的人 看到的是什麼 理 因為你過當事長是臺灣的修復 你的成就我們不敢給你抗議 臺灣人民今天要愛的是什麼 很簡單 要像我 要吃飯 因為我們就是要做民的經濟 等於以來 幾十年以來 你是在關頂 分頂 你是有錢人 豪爺人 大企業 跟臺灣的修復 你是在坐 跟你輸他們的負責 韓國瑜今天就是他的錢 人民才會相信他 人民才會提供他 今天所有的社民提供他 不是看到有錢 是看到認真要做 但是有 有一部分的人過期 過期 那些全部你吃這度的 看到你過當事長回來 出來有錢 他們口外 那也理所當然 但是國府有基礎 什麼人都一樣 我說過 我這四人 我可以參加這個建局 我今天要尋求一個理想 理念 人如果沒有理念 到底這個社會有什麼路用 所以我跟很多人都一樣 跟一般的社民都一樣 堅定 支持韓國瑜 如果沒有韓國瑜 政府就不要打了 我才對一檔中 都沒有關係 不是這樣 所以我 經濟 雖然我沒有錢 你講 我雖然一月的小孩 三千幾塊錢 兩年金 但是我堅定我的理想 我有一個有理想的人 我要支持一個認真打拼 要做的人 慧玲 我們看著現在這時候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的一個規則 已經開始出爐了 可是綠營現在這個時候 是否已經開始啟動的 要裂解國民黨的一個SOP了 以目前來看 從議員 從綠媒 一直到網絡的攻擊之外 連獨派的大佬 谷寬敏 還包含了美麗島電子報 他們的民調數字也都開始出現 可是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郭董現在對韓國瑜的話 可是越說越重了 是否這也鄭重了 民進黨的一個計謀 我覺得現在的國民黨 裡面的人去打韓國瑜 我就覺得這個人格上 是不是有一點發生了一個 完全不一致的行為 已經完全沒有辦法一致了 因為前一天才講說 國民黨如果未來2020要勝選 不能沒有韓國瑜 那就表示說 韓國瑜今天是不遭人際 是庸才 所有的人都把它當成第一個目標 希望把韓國瑜打下來了 問題是把韓國瑜打下來了 你就有機會上嗎 我昨天已經一再的奉勸郭董 我跟郭董講你要怎麼樣得分 絕對不是靠著打你稱作兄弟的韓國瑜 不是靠奚落他得分 因為你奚落他的結果 你只會讓支持韓國瑜的人 感覺到心寒 比如說最近我們就這個草民 草民要質疑一下喜歡吉人的 陳吉仲大主委 你今天的IP已經露線了 這個就是典型的網軍 郭董你對這件事情 不要說一句話嗎 可以公器私用 濫用人民的納稅錢 去幫你國民進黨為事 這樣的行為 你郭董不要出來譴責一下嗎 你整天盯著韓國瑜幹什麼 你盯著韓國瑜 完全不會提高你郭董的聲量 也不會提高人民在心裡 對你郭董的尊敬 甚至認為你適合擔任總統嗎 我沒有離開 我現在繼續主持 第二小時的新聞 龍捲風了 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在當時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她有到那高雄去 答應了許多選民的一些承諾 但後來市長是韓國瑜 當陳其邁落選了 但這些總統的承諾 總應該要兌現 但有兌現嗎 兌現很重要嗎 現在民進黨首要的任務 就是要把韓國瑜幹掉 為了幹掉韓國瑜 就算自己打自己的臉 也無所謂 因為今天在高雄市議會 就出現了這麼離奇的一幕 我給你承諾 你絕對萬個還要發 任務請問要來跟任務 你就是坐那個錄身 你把它做得好 萬個還說請問要跟任務 我們的創作總統也一樣 這次來又來任務 再發這個口號 絕對沒有人要支持的 任務人家小心問 任務人家心會議員 已經發了幾年 每次如果選舉就來騙選票 騙一騙的 你又沒有了 所以剛才市長很勉強 就是要把八百萬編的在六月中 就是要讓任務人家看 這你也替你的總統在普通 你的會氣輪 他已經被人家拿了五個月的量 已經拿走一千多噸了 對 我們先跟你報 這是前朝流的一個標案 不要再講前朝 我知道 我也不想講 你要蓋給我承受 我一定要給我承受 我一定要給我承受 這是在去年 11月20號的時候 開標跟決標了 當然這個才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容許你再做 這麼詳細的答覆 你剛剛真的 我看的真的是目瞪口呆 對 剛剛那個議員 我看老半天 我以為是國民黨的 搞到最後他民進黨的 韓四孫議員 他為了去攻擊韓國瑜 不行 連蔡英文總統一起罵進去 他說別再講捷運 要到零元 蔡英文每次選舉來 他當然不是連著講 但是他先前講 蔡英文總統也不要再來講 為什麼 每次選舉就來騙選票 直接說 他講明總統來騙選票 直接說你們黨的總統 是來騙選票 這個厲害 但是他也講說 你韓國瑜編了800萬 也是為總統鋪路 反正沒人對零元安好心就對了 你看現在為了打韓國瑜 連蔡英文自己都直接罵進去 但我覺得韓四孫議員 更離奇的一點是什麼 你知道 他去質詢一個 廢棄輪胎的標案 結果你知道 這個廢棄輪胎的標案 是去年11月20號的決標 去年 韓國瑜什麼時候當選 他當選的時候11月24號 對 他就職12月25 所以這跟他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問他幹嘛 當然他是現任市長 所以前朝決定的所有事情 他一定要蓋誇承受 對 蓋誇承受是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時候來直 質詢他不是很奇怪嗎 他現在其實 韓國瑜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公私公辦 如果有弊端 當然就是送檢調偵辦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民進黨為了打韓國瑜 真的是無所不用請 就算打到自己也無所謂了 比如說苦林大哥最近說 你這個館長 為什麼要挺韓國瑜 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要挺韓國瑜 那是因為有某黨的人 送你50萬 所以你才要挺韓國瑜 真的嗎 結果館長踢了之後 在直播的時候大罵 甚至還痛哭失聲 結果說要告 結果一告之後 結果苦林大哥就說 沒有 我這是聽說 沒這回事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他要道歉 他說甚至你要我去直播的時候 跟你道歉都可以 本來館長前兩天 在罵韓國瑜的時候 綠營是一片叫好 可是為了要去黑韓國瑜 連館長一起把他罵進去都無所謂 你看現在已經動用到這種地步了 你覺得接下來這個選舉 是怎麼樣惡劣的一個狀況 當然今天高雄市 也出了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你看這是綠營的媒體報導 他說高雄路平神話欲以破功 韓國瑜這樣解釋 這是5月16號早上拍的 兩天前才剛鋪了馬路 破了一個洞 這當然不應該 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要去檢討的東西 但是問題來 他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韓國瑜早就講 六月底前有60多個危害最重大的洞 就要全部都補起來 五月底清水溝淤泥 預計總長達160公里 這些都要趕在訊息來臨之前 全部都要弄完 沒辦法 你必須要這樣去做 為什麼 因為之前留了一萬多個 地下寒洞的這個活動 可是你知道 當初一講出來這句話的時候 邱軍縣陳菊子立兵馬上說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還要你講 我就覺得奇怪 你早就知道你為什麼不做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放在那邊不弄 一定要等下任市長來接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譬如說 一萬多個洞 韓國瑜上任到現在才五個多月 五個多月 你家一萬多個洞補起來 當然不可能 怎麼可能 他是有慢慢去補 所以這個是一個長期的抗戰 但是我就覺得更奇怪的就是 其實今天發生最重大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高雄這麼一個小洞 而是新竹跟桃園都在淹大水 大家都看到新聞了吧 是那個淹水淹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你們對新竹淹水 桃園淹水 你們都成河了 沒有人要去問林世堅 沒有人要去問鄭文燦 結果為了這麼一個小洞 全部合起來去打韓國瑜 知道如果他們不趕快 把韓國瑜弄下來的話 他們的弊案 韓國瑜已經移送了七幅案對不對 接下來輕軌案 可能也要被移送 所以他們現在非常緊張 輕軌二階這30億 目前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財政非常的困難 其實也沒有下來了 我到現在也不了解 為什麼要先買車廂 都還沒有把軌道完全鋪設完 為什麼要先進十一列車廂 那些這個專案報告 說實在的 我們自己都覺得非常的納悶 我們也願意主動再進一步的 來進行內部的調查 我在這裡跟您保證 慶福案是我上任以來 四個月第一個 重新移送檢調的 因為有了新市證 如果輕軌二騎 這個列車採購 如果同樣發生到 一些讓我們不能理解 或者一些市證 讓我們覺得有違法之嫌的話 我一樣移送檢調 我這把年紀了 我講不客氣了 來日無多了 所以我現在能抱的心情是 能做多少算多少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人是新的產物 所以這幾個月來 的確工作非常的多 壓力非常巨大 可是我心裡面 沒有任何牢騷跟抱怨 我的想法 能幫高雄市民做多少 算多少 就是如此 那我覺得這幾個月 讓我最 如果說要選一件最快樂的事情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就是高雄市民的榮譽感 光榮感大幅提升 這個感覺一起來 那我相信未來高雄 甚至影響到整個南台灣的未來 前途一定會非常光明 當然前提 還有一個前提 中央不要卡高雄 韓國瑜再怎麼做都沒用 為什麼 因為中央擺明了態度 就要把你卡到死為止 其實他今天也講 他覺得現在中央對高雄市府 我的感覺並不是非常友善 為什麼 今天早上某一個國家 一個官員到高雄 但他不太願意跟市長見面 外交人員直接勸他不要見韓市長 大家會有麻煩 當然你都已經這樣講 人家當然要尊重外交部 所以其實跟韓國瑜見面有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但是人家傳簡訊來說 不要再見面 我們當然就尊重 其實你看現在連一個外國人 來見一下韓國瑜 都緊張怎麼辦 誰一定要把他卡住 太扯了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民進黨 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 就是要把韓國瑜困死在這邊 但是弄他的只有民進黨嗎 其實未必 自己人搞不好更不手軟 比如說你看我們的郭董 之前上節目 感慨朱立倫實不我語 朱立倫居然實不我語的話 他說如果萬一朱立倫選總統 出現的話 他願意去當行政院長 這個擺明在拉攏朱立倫 這方面的選票 然後今天又跟張善政在一起 他們兩個人花蓮合體 然後張善政卸口風 卸什麼口風 他說如果到時候 我們郭章一起來配 郭董配上張善政好像也不錯 然後兩個人還同時在批評 韓國瑜的農業方面的一些政策 更不要講我們的一些媒體人 2月1號的時候還說 韓國瑜只要願意表態參選 總統選舉就結束了 到了4月29號 他竟然一句韓國瑜變了 人家不是尊到你的意願 表態參選嗎 然後你就說他變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也覺得滿奇怪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動向 非常值得關注的是誰 就是我們的王金平院長 因為我跟你講 王金平院長到現在還搖死說 1月11號他一定會出現 他一定會在選舉公報上面 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難道他真的要脫黨嗎 實際上他跟綠營關係很好 大家都知道 柯建民曾經講過 他說他在立法院的時候 1 3分之1是對抗國民黨 1 3分之1就是在那邊 喬東喬西 另外1 3分之1在幹什麼 在協助王金平 協助王金平 對 所以他跟王金平 直接關係當然很好 會不會出現一個狀況 也就是蔡王沛 到最後王金平直接脫黨 王金平跑去跟蔡英文搭配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他跟民進黨的關係好 眾人皆知 所以萬一真的出現這樣狀況 國民黨變烈結 是不是到最後 還是蔡英文順利拿下2020 但是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 他其實是內外危機四伏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有人說郭董如果結合了朱立倫 還有王金平的力量的話 他的民調就有可能會贏過韓國瑜 但是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跟賴清德的蔡賴佩 不可能了 跟柯文哲的蔡克佩 看來也不可能 但蔡英文會不會到了最後 跟王金平來做結合 這個時候 藍營可能會被裂解掉 而剛好也給王金平 一個報仇的機會 你怎麼會問我這樣 這是一個很惡妙 因為這兩年是怎麼 大家去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王議長證經說 這個遊戲規則不公平 韓國瑜可以選 過台銘可以選 這就對本來的人口公平 這樣變成因靈接觸 所以就有記者問他說 你這樣會突動參選 突動參選 他就說他要再看看 觀察一下 他沒有說不 也沒有說會 所以才有人會說 沒有去最後 他說蔡英文 沒辦法含擾三千石破 如果這樣 可以萬票 像 像說 人家說民進黨 已經團結合 所以較困難 就得少 這裡的支持 如果蔡英文 配擾三千石破 比較有意義 是 後來擾三千石破 千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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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照理說他要蓋柯皮皮 柯皮皮皮皮了 這樣他可能會對韓國瑜贏比較高 有拚 甚至會贏 現在柯皮覺得我可以贏你 我自己選到會贏你 反正我又拚韓國瑜會贏 那他為什麼要做副理 我如果拚給你贏 反正氣薄 民進黨就覺得 整個搶他們不贏 他們就不要給韓國 整個就倒給柯皮 這樣柯皮也因為他贏的機會 所以不得他選到跟宋楚瑜合作 宋楚瑜 你都 不可能 柯皮 柯皮選到跟宋楚瑜合作 蔡英文就像你說 王近平嗎 你說他來找的 王毅總監 紀錄是不管 我的看法 紀錄不管 但是他如果要算選票 這是一招 因為 多少錢都沒有跟蔡英文 定義一尊 他現在總統要連任 是 獨牌這裡 是一定不要給柯皮 所以獨牌 反正更辛苦就會 回答 蔡英文 含內偷給蔡英文 一定 如果這樣他來加一個什麼人 加一個國民黨的本頭牌 那就王近平了 加一個國民黨的本頭牌 還抽一些票回來 然後這個拿贏 如果再去 國建民 柯皮 國文鐵 再跟這個 宋楚瑜這裡能夠夾 他再跟拿贏抽一些票去 我說這樣就變很精采 韓國瑜就不是我們贏 但是這個局買的行 很困難 難度儘管 我相信王近平議長 也是一個中東愛國的人 國民黨跟蔡白 那幾個不分副 對不對 你說因人設施 韓國瑜可以算 跟過黨可以算是因人設施 沒有 你會不舒服 但是當時不分副 演一次又演一次 也是因人設施 也是把人感覺不舒服 對 為了黨有需要 為了讓王院長繼續領導立法院 有需要 現在就是為了國民黨要贏 有需要 有需要讓韓國瑜出來 所以不需要 安排一個說不用定期就可以 如果今天如果說 王近平可以贏出英文 或是朱立倫一個可以贏出英文 沒有看到這些民調 沒有 目前沒有 只有韓國瑜可以贏出英文 是 又可比出來 韓國瑜也可以贏 可比又贏出英文 有話 我們看這時候這裡面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郭台銘要去拉攏著朱立倫 但是郭台銘也要拉攏張善政 現在這時候看起來 郭台銘張善政再加上朱立倫 三個人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在國民黨裡面 也出現了殲滅韓國瑜聯盟 民進黨政府卻卡韓 並不令人意料之外 尤其韓國瑜講 Yes I do 我會 好 就是問他會不會參加 國民黨初選 他說Yes I do的時候 各位 不要忽略了 民進黨會卡韓 但是國民黨會會卡韓 我現在舉四個例子好了 第一個例子 現任的國民黨的縣市長 有沒有接到某位高層的電話 就是我們講權貴密商的電話 有沒有接到這些電話 就是說希望在辦理初選過程當中 能夠就是維持中立 這個跟過去不一樣 你過去他叫縣市長表態 縣市議長表態 說要不要支持韓國瑜參選 現在沒有了 第二個 國民黨他過去曾經 擔任過縣市長的人 一個一個都被徵詢 雖然他們並不在任上 但是他過去是地方的縣市長 包含楊秋新縣長在內 有沒有現在都在串聯 所謂的串聯就是說去拱郭台銘 我講的不是現任 是過去的縣市長 像類似黃建廷 像類似楊秋新 像類似傅坤奇 他們過去曾經擔任過縣市長的 有沒有被徵詢 是不是轉而支持郭台銘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 當民調開始的過程當中 這個中間我知道的是有人 在出面撮核 撮核所謂民調低的能不能退讓 因為他們現在分成四級 第一級韓國瑜 第二級郭台銘 第三級 朱立倫跟王金平 第四級是張亞中跟周錫偉 他是出分這四級 他們現在是希望這個三四級的人 能夠把票員集中來抵抗一百多萬 韓流的壓力 現在他們也在運作這個東西 第四個就是 過去一些本來想幫韓國瑜動員的 一些所謂的社會團體 醫學團體等等那些 現在全部都在按兵不動 按兵不動 強強棍應該知道 過去在三三造勢的整個的過程當中 這些動員體系現在都在按兵不動 他不是在等待韓國瑜的號令 或者是指令 而是說 不好意思 被強強棍講出來 叫做代價而估 我特別講三三的 過去強力支持韓國瑜的這一些人 現在你知道按兵不動 那從這四點看得出來 這個顯然中間是有人在運作 那除了這個中間有人在運作以外 像郭台銘 他從弱勢的地方先逆時針 他跑個一圈 最後一站大概是到高雄 他是最後最後才到高雄 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台東 花蓮 宜蘭 宜蘭完了新北 新北 台北 基隆 一路下來 我們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有人都在幫他安排 然後甚至於跟他吃飯的人 其中幾個我都認識 過去是堅決挺寒 像他最近到那個花東地區 其中一個跟他喝茶的 我每一次到台東 他都會請我喝茶的 現在是郭台銘的座上賓 我問他 他說是敬地主之宜 我說那你是地主嗎 他說不是 他說他上面是有壓力 說必須要幫郭董去安排會餐 無論是喝茶 無論是吃飯 無論是怎麼樣 他說總之那有人安排 但是我說未來韓國瑜來 他就笑一笑 有安排嗎 他就笑一笑 他說等他來了再說 從這些我的朋友給我的訊息 就我所知非但是代價而估 而且他們是在什麼 按兵不動 是要等黨中央的一聲令下 或者這些權貴子弟的一聲令下 他們才會看未來的風向 從這個地方可以說明 的確國民黨內部是有股勢力在卡韓 我們看到今天 韓國瑜接受聲喉嚨的主持人 王宥正的專訪 專訪當中裡面有表示說 如果當徵詢他的話 他的答案是Yes I do 但是不過黨內好像有股力量 希望韓國瑜你繼續留在高雄 跟繼承的想法好像落差還滿大的 我想黨內有各種想法都是很正常 也有人很擔心說高雄之後 如果不選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覺得都尊重 不過就我個人來說 我終於等到韓市長講Yes I do 在2月23的時候 就過年晚以後 我就傳了一個簡訊給韓市長 我跟他講說 其實同樣在壘上 柯文哲已經開始在倒壘了 沒有道理你要把自己的腳 綁在壘包上面 如果你這一棒揮出去 可以全壘打的話 你何必要去限制自己說 你是一壘安打 然後同時我也跟他預告說 你會來的炮火只會越來越猛烈 後來當然我知道他也是以高雄市為主 而且他也擔心說 雖然民意有這樣的期待 但民進黨一定會抓住這個做文章 什麼落跑市長什麼 所以後來到了三四月 我就跟他又再講一遍 我說民進黨會攻擊你 不管怎麼樣都會攻擊你 即便你好好讓高雄市長 他也是鋪天蓋地的在抹黑你 因為就算你想要安分守己 當高雄市長 但是你輔選的功力 還是他們會害怕的 所以無論如果他一定會打你 你放心 你也不用去管 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跟著敵人的想法去走 而是跟著民意去走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一直希望說 你就是乾脆俐落的表態 為什麼 因為全台灣的民眾 難道不知道說韓市長 只就任三個月 四個月 知道 可是從二月開始 民調還是一路領先 那就是民意是知道說 對 我知道 你只有當三個月 四個月當當選 但我還是希望你出來 這個不是我可以主導 不是韓市長可以主導 不是我們這裡任何人可以主導 這是一個民意的趨勢 而且是不管藍綠機構 所做的民調都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即便有人說 這樣不合政治倫理 這樣 那樣 那樣 可是問題是 選舉就是怎麼樣 不是你說他好就好 不是我說他不好就不好 而是民意說他好不好 不就是這樣嗎 蔡英文說自己棒棒的好 棒棒不得了 但他民調就是最輸 總不能說他一出來 我們全部都不能選 因為他是現任者 他最有正當性 大家都不要選 賴清德怎麼趕出來 何況是自己挑戰自己 所以我覺得 終於等到這一句 Yes I do 我覺得他如果 當然現在我放馬後炮 如果他更早更早就表態的話 或許國民黨的初選 說不定早就結束了 恰恰怪 我們看到在今天的時候 韓國瑜在我們中天的 申火龍王又正的專訪當中 結果他已經做了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個表態 但是黨內好像在國民黨裡面 好像還有另外一股力量 從郭董 朱立倫到王近平 他們好像彼此之間在作囚 當然主要的目標 都是針對韓國瑜 這個市長你如果你看 看這個節目 你實在是 早就要表明了 早就要表明了 這不是你吃我來看我 這是專民 人民的心聲 希望你來代領這個台灣 這是人民的聲音 你這句話說得慢了 你早就要說 韓國的要求 那多少人這樣 帶你不滿你知道嗎 這國的選舉很簡單 很多人都在焚發說 你市長哪走 後來 高雄市長就要民進黨政委 我說不會 全台灣的議員 我跟你本政不會 兩年中 兩次市長 就我們國民黨贏了 民進黨已經 人家就打在頭上 看不見 這民進黨已經在台灣 不會生存了 來 我們再說兩個韓國的 多少人聽你不平 你知道嗎 多少人不敢 多少人聽你在擔心韓國的 韓市長你有看到有聽到嗎 你今天專門你看的 就是你一隻蝦蝠 扔一隻海洋 你知道嗎 一隻蝦蝠你扔一隻海洋 今天這個人民 愛的不是那個寬鬼 政客 台灣過去就死在那 寬鬼跟政客 台灣過去就死在那 政黨在屋島 今天拜登民頭前 拜登民頭前 民進黨最怕什麼 韓國瑜 你今天國民黨有這個韓國瑜 你自己來的民間 在那裡 錢來錢去 倒來倒去 你說這不是寬鬼嗎 你說這不是你來的 補你倒政嗎 所以你國民黨 從外補政你沒辦法補 對外補政你全門的 這是國民黨 這人看你沒去就是這樣 今天明明就一個市長 全民要他來代領台灣 這個韓國瑜 為了你國民黨在那個地方 在那裡這樣做來做去 躺來躺去 最夭壽的夭壽在我告訴你 過去韓國瑜 韓國瑜停調調 現在看一看 有錢人出來 偏耶 偏耶 有錢 跟大娘政客台灣人民 有什麼差別你告訴我 有錢是氣壓 氣壓的氣壓 有錢不能接到 但是警方要是大娘 大娘 我們這裡的萬民 素民 可以穿進去基材 接地去 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承承軍的同樣 我找頭無關 但是為了那麼多人 每個人都在跟我說 承承軍的 我們要怎樣 不然國人都不想打 這樣幾十萬人 你怎麼知道在我這裡 好朋友 國民黨 你怎麼不想說 專民的基台是誰 你今天這麼一個 好好的 一尾好好的 的鼻 把他抬到老火老塞 剃塞剃牛 好好的 一隻好好的鼻 你把他抬到剃塞剃牛 不要這樣 我告訴你 政體政 不要這樣 聽一些八成的人民的聲音 既然人民做主 你都人民做主 對不對 有錢 我就一直說過 我如果沒有跟你照 我和你爬好東西 我說實在 你吃魚翅 我也可以吃泡麵 不是這樣 這是三斤 九雲百 但是八成要愛的 八成要愛 現在排在眼前 我說過 我吃到七十歲 我沒有看過一個 館子 市場 凍蒜 這樣夾幾半年 我告訴你這四人還沒看過 這是專民的期待 專民的期待 國民黨 你為什麼要迴背天理 你為什麼要迴背這些人民 才不是這樣 國民黨 我希望你是一個洋洋大黨 我希望你可以輸客 人民現在艱苦折割 這幾十年來艱苦折割 我們台灣人就是死在這個 政黨的惡島 政黨的惡島 是在這些寬貴政黨的手中 拜託國民黨 你考慮我們這些 世間 這些艱苦人 這些壽民 勿忘世上苦人多 梅亞 我們看著今天的高雄市議會 你可以注意到 韓國瑜也已經明白講出來 他說這輕軌案子 準備要送檢調了 當然民進黨現在這時候 是全力要滅韓 一方面是為了2020的總統大選 二方面 是不是要把韓國瑜困在高雄 讓你也沒辦法去除弊 對 其實我現在觀察到 民進黨他使出三招 要全面的對韓國瑜市長 進行人格的毀滅戰 我看到這個 我先講一下輕軌的案子 簡單講一下 其實輕軌案 除了我們現在覺得很弔詭的是 他車廂在前朝的時代 已經進來了 但是這個錢還躺在中央 30億都還沒有撥下來 未來如果中央現在遲遲不給的話 到底這個車廂的費用 是要逼著韓國瑜市長 去舉債 吞下去嗎 對 所以你會看到 他用財政的部分 不抑注你高雄各項的 這個建設的資源 來卡住你韓國瑜 然後不讓他做事 所以我們剛才也看到 民進黨的一些議員 他們也開始在說 為什麼本來說要建設我們這個 譬如說建設林園也好 或是建設我們捷運黃線周邊 為什麼到現在遲遲都沒有動工呢 抱歉 這些的經費都要來自哪裡 都要來自中央 但是因為現在 只因為市長是韓國瑜 不是陳其邁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捷運黃線的這些議員們 所在地的這些議員們 都跳出來 一一的在開始罵韓國瑜 說你這個完全上任四個月 怎麼都沒有在做這些事情 怎麼都完全沒有動 但是問題是 中央不給經費的話 就完全動不了 所以這個怒氣會變成怎樣 中央透過說 我不給你任何的資源 掐住你 讓你韓國瑜沒有辦法做事 然後再讓地方上的 這些民進黨的議員 一一的跳出來誤導風向 然後不說是中央 硬是要說你韓國瑜 完全都沒有在做事 用這樣子來帶這個風向球 所以我們會看到 第一個部分他們要塑造 韓國瑜市長 根本不重視地方的建設 其實這是不是的 是因為中央經費 完全沒有下來 其實輕軌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看到一個非常 嚴重的一個事情 這個是前朝時他們都隱瞞 不說的 也是我們在這一次的 這個專案調查報告當中 然後一一的去釐清 當中的很奇怪的一個部分 什麼部分呢 一般來講 你說這個所謂的鐵道建設 輕軌建設 軌道鋪設下去 是不是應該是永久的 是 正常是 你有聽過說這個土地 居然不是自己的 是用租的 蛤 軌道的土地居然是租的 我們現在的輕軌 太扯了吧 對 沒有錯 我們這個輕軌 經過的這些路線的土地 都是要租的 一年 從今年開始 一年要編1.15億 去租這個土地 你想想看 如果說這個輕軌 架設在路面上 它架設了10年 20年 甚至是百年的話 這個金額會多麼的龐大 多麼的可怕呢 但是這個等於是一個財政上的黑洞 可是在前朝時代 他們這個部分 完全沒有去做說明 那麼你現在一樣是怎樣 這個財政的黑洞 要逼著韓國市長一樣要吞下去 所以我們當初就覺得很奇怪說 你說這個輕軌一定要做 因為這代表這個城市的進步 大眾運輸系統要規劃 我們舉雙手贊成 但是你這個做下去 真的 讓高雄市面臨到現在 財政負債3000多億的情況下 會更加的財政惡化 所以我們講了 需不需要中央 給予很多的資源的挨注 確實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說第一個部分 中央用經費不給高雄樹 掐住你韓國瑜的脖子 掐住高雄市的建設發展 第二個部分我們看到 他們怎麼樣在做 韓國瑜市長的人格毀滅戰 我們看到許多的1450 現在全面的在網路上 到處的黑韓 甚至散播很多不實的數據 譬如說韓國瑜市長 他根本沒有所謂的負債366億 但是他們到處在這些網路上 做這些不實的宣傳 一直在黑韓國瑜 可是一般民眾有時候看到 就會相信了 很多的民眾 他根本不曉得這些財政的問題 或是說這些建設經費 到底從哪裡來 他們不曉得 所以就有可能會被誤導 他們還出了第三招是什麼 在高雄很多的人 都是聽所謂的廣播電台的 所以他們透過好多的地下電台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我最近聽到很多的婆婆媽媽 在告訴我說 這個韓 我以前看這個韓國瑜市長 他明明不是都很打拚 拿高雄市在做事嗎 如果他改成不在做建設 我們聽到了 他說他們聽到都這樣講 他說電台都有說 他都不在做建設 他說如果人家問社會 等一下說發大財 社會都不知道 高雄市場完全都不曉得 一直被誤導帶風向 所以我說他們現在等於是 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性的 對韓國瑜的人格做這個毀滅戰 但是我們說了 韓國瑜市長 我們聽到他所講的 不管為了高雄市 他說他捲起袖子 他要怎麼樣拚高雄的經濟 怎麼樣拚高雄年輕人的未來 怎麼樣拚讓高雄的人民過好日子 這是他一直在努力的 但是還是被中央 被民進黨全面的在做毀滅性的 這樣的滅韓 但有話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民進黨要進行 全面的毀韓的計畫 可是韓國瑜也要展開 那三三大照射那種反擊的方式 來反擊民進黨 可是先看到 開頭先對付他的慶富案 現在接著輕軌 又準備要去送檢調 再來 韓國瑜他是要怎麼樣 來對付綠營的中央廚房 給他的這樣的終極追殺令 我先講慶富案好了 各位知道 慶富案所有的資料都在雄檢 高雄市政府的相關的資料 大概還沒比雄檢多 慶富案在高雄市銀行 是有一份非常完整的資料 那相關人士 相關人士 在上面都有簽合 那這一份資料 如果能夠找到的話 對於慶富案的破案 就是炸彈案 它幫助很大 除了慶富案以外 高雄海洋局 跟高雄捷運公司的水上樂園 還有土地開發案 韓市長 你要不要移送一下 這個案子大家通通都忘了 為什麼都忘了 這個是慶富案的案外案 這兩個案子是等於是兄弟黨 都跟慶富的帽袋是有關係的 那除此之外 高雄輕軌案 高雄輕軌案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我們都已經講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 就是高雄輕軌案 這裡面還有系統整合的問題 請問要不要也移送到檢調處理 由中綱負責的系統整合的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關心 就是說現在韓市長 他應該盡快的 把外界所提出的質疑 全部一個一個趕快釐清 該移送的 那你移送 不該移送的 或者沒有事的 你要還別人一個清白 但是高雄市政府的前朝 實在是弊案太多太多了 可是這樣子的話 中央廚房會饒過他嗎 不 縱然韓國瑜 他不去碰這些案子 你以為蔡英文他會放過他 調查局 國安局 相關的單位 對不對 你問問美亞 我們只要講到高雄弊案 對不起 壓力都很大 我上次是不小心把高雄銀行的 你們消音掉的 就是那個小姐的名字 稍微講了一下 他們多麼敏感 馬上壓力他就下來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把它講出來 當事人會來告我 我跟你講 非常快 所以像包含這一些東西 你韓市長要盡早處理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本身裡面的 最大派系的新潮流 他們自己本身 佔了所有的國營事業 但國營事業的缺額 都被他們佔滿之後 他們現在這時候 腦筋開始動到中華郵政了 中華郵政裡面 究竟有什麼好康可以拿 是 立剛 昨天爆出這樣的一個案子 就中華郵政的物流中心 他這個物流園區 居然之間出現了一個 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本來是PC號網路家庭 也就是他們全部得標 然後照理來講 應該要他拿下來了 結果他突然 他的董事長張宏志 跳出來指控 說有有利人士 在中間上下起手在那邊 瞧事情 這個是公開的標案 有什麼好有利人士 有什麼好瞧的 結果一開始政府單位說 沒有什麼事 都沒有 一切都OK了 後來發現情況不對了 結果就把誰 就把中華郵政的 董事長跟總經理拔掉 直接拔掉他們兩個位置 是 直接拔掉 然後叫王國財 就是交通部次長王國財 直接去代理中華郵政董事長 然後就說這個案子平起 沒事 沒事 大家都OK 你想想看 如果中間沒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要把董事長 跟總經理拔掉 完全沒有這個道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標案是這樣子 一開始這個物流園區 他們很擔心沒有人來標 所以他們就定了一個方案 就是說誰如果願意承接 越多單位的話 他的就是資格 越符合資格 結果本來是有四家要來標 就有一家資格不符取消了 就剩三家 這三家是什麼 就是PC用網路家庭 然後蝦皮跟神腦這三家 然後PC用網路家庭 一口氣就說 因為他總共分15個單位 然後網路家庭就一口氣說 我要乘出15個單位 全都是把它撕下來了 是 那個蝦皮要八個 那個神腦只要兩個 你知道 這樣子的結果因為 最有資格應該就PC後面 最有資格應該 因為我一次解決最省事 但是問題是他得標之後 得標之後 就有利人士出來喬 喬說什麼 喬什麼 不要一次全部拿去 讓個兩三個出來 就變成這樣子了 那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種公開標案 還可以用這樣喬的 不可能這樣子喬的 是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喬出這兩三個單位 要幹什麼 我剛剛是不是講了 第一名是PC用15個全拿 第二個是蝦皮 蝦皮八個 但喬出兩三個來 按照順位應該給蝦皮對不對 不可能 不可能 那給誰 因為蝦皮是人家 民進黨不是一直說 他有中資 那有中資的東西你覺得說 蝦皮不是要八個嗎 對 蝦皮要八個 你覺得可能給他嗎 恐怕一個都不會給他 到最後就是第三名的神腦才有 神腦不是最少嗎 是 最少問題問題是 是不是要喬給他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神腦的董事長是誰 神腦的董事長不好意思 叫賴靜玲 賴靜玲跟是新潮流的 原來有關係 是真的有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張宏志是鷹派 他比較偏鷹 因為他是國車顧問 然後這一個案子 出來點火的這三個立委是誰 鄭寶欽 林俊憲跟葉宜金 鄭寶欽是誰 跟鄭文燦交好 鄭文燦是新潮流大家都知道 對 林俊憲本來就是新潮流 新潮流的 葉宜君跟新潮流 關係很默逆 為什麼三個跟新潮流 關係這麼好的人來 然後要去 把一個很明顯最後案子第一 很可能會歸於 又一個新潮流的神腦董事長 賴靜玲 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你不覺得這非常奇怪嗎 而且我跟你講 更詭異的就是你知道 魏建宏下台了 魏建宏下台的時候 誰去幫代理總事長 我剛剛不是講 江中部市長王國財嗎 王國財 王國財跟誰比較有關係 他是誰 王國財當過六年的 高雄市交通局長 那不是跟花媽的時候 那就是花媽的愛將 不就是 花媽不是就新潮流了嗎 結果搞了半天 你有沒有注意到拐彎抹角 全部都跟新潮流有關 對 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如果 有注意這個事情的發展的話 早在2017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案子 叫做台北華爾街這個案子 這個台北華爾街要幹什麼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台北郵局不是要都根嗎 一直空在那個地方嗎 對 他就準備在這個地方 建一個台北華爾街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華光社區 在東門附近那個地方 然後規劃郵政 電商物流中心 你知道這兩塊 都是非常大的地方 隨便一個都是上百億的 土地開發的意義 這個都是由中華郵政主導 魏建宏據說 他本來就不太聽命令 所以早就有人想要把他幹掉 剛好趁了這個機會 你張宏志是不是發難 發難我就趁機把他弄掉 把他弄掉之後 然後現在王國才來接了 王國才好像跟新潮流 關係又很好 這樣子一來 這兩個案子 是不是全部落入 新潮流的手上 對 結果看起來好像是 為了一個弊案抄襲所長 實際上更厲害的是 這個將軍抽居 我實際上把真正的利益拿到手 所以新潮流厲害 我們真是讓人看不透 你要幹什麼 看著這個PC號的案件 現在矛頭都指向他新潮流 這個標案第三名的 神腦公司的董事長 他可是新潮一手 篩培出來的賴靜林 不過這當時點起這把火的 三個議員 包含了葉宜清 林俊憲 還有鄭寶欽 他們也都跟新潮有關 不過現在又傳出 新潮瞄準了中華郵政的華光社區 還有包含台北郵局的都更 這利益可是有300億 這就是聽說 因為這個他們沒有配合 他們不配合 這個總經理跟黨署長 他們認為說中華 他們這種 當期以來郵政 他們已經傳統百多年了 你看 中華郵政 他們的郵票是很久了 是啊 萬青的年代 百年以上 我們就可以印郵票 是比中華民國更久了 所以他們有建立一個傳統 中華郵政內部 大家你看 郵財大家那麼認真地打招 所以他們有建立一個傳統 結果 你看一個夏林的 一個總經理黨署長 好像點名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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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立 那就是已經很憤怒 很憤怒 憤怒到說 你沒有可能 一般你看 比較有人 剛才跟立法委員 你們進行電報請到 約議員 把你點名點出來 你們後面的動機是什麼 你也不忘記 過去 新潮流現在是看 蔡英文看壞 他認為蔡英文是 可能一年了 你就記得 後面要下台進政 新潮流也看壞 有 有 看完他們說 他們認為不會過了 可能媽英九會對 是 他們去創一個答政案 你還記得嗎 所有就是 他後買軍會 我們 他如果讓他 讓你媽英九起來 那個合佑 讓他簽下 有案讓他用過 所有的利益 軍會的利益 什麼都 要對答政 對 對 他們百計 就好 所以今天新潮流 他又 故階重視 就是這個 都經案件 你不知道這利益多少 這利益是 如果他現在 放地產的計測來算 100幾億 對 好像利益的部分 所以 他們把這 用點就拼去 拼去現在來 我們來看看 後面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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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全民 他們都要做在對中 其實我們現在 就在收集資料 我們現在就在收集資料 拼到這樣就對了 事情跟他們母親 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是 暗包裡面我們不知道 但是明明知道 在政党 在唱作 他們差不多 知道說 房子要倒 大家要弄就對了 開始唱 有主婦 拿到利益 他們就先唱 所以蔡英文實在是很不耐 他要拼連任 大家看他在哪裡 開始就這樣 那樣要彈那樣 要用 大家這樣開始 輕輕就對了 你做蔡英文 你看你比較不及 你在這裡準備要戰爭 像說要打韓國爐打給贏 我如果贏韓國爐就當選了 不是啊 下面那樣 那樣在拼包給我 那樣在拼包給我 大家都在幫你蹭 你看 你心為煮水 你是要怎麼打贏 所以民進黨 只要他定義一尊之後 還到三角度真的在拼 你會看到表面上一盒 蘇底下 這裡大家大小小在那裡 在挑 挑主婦 所以這是真的惡事 不過這怎麼挑 都是我們人民 納稅金的費金錢 這是我們國家的主婦 所以大家眼睛金金給它 這不可以讓新潮流 拿去冰青網 我們看到新潮流 以前總認為說他只會搶的 那是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本來裡面 就是一塊大肥肉 但沒想到現在連 中華郵政這個物流的這個部分 他們也要吃 這裡面有這麼多的肥肉可以搶嗎 按照道理應該那是這樣 無論是神老 無論是蝦皮 無論是PC控 他們只是網路店家 他們沒有搞過 大型物流經驗的廠商 好 你花了100億 那你招租3億 我想請問 你花了100億 一年的租金3億 你要33年回本 任何物流商都不會做這種事的 如果那時候我是中華郵政的話 我就自己開發 那我自己運用 反正我要把中華郵政變成全台灣 最大的物流商 因為我有這方面的經驗 好 當建得差不多兩年前開始 兩年前開始 兩年前請問是誰 是誰執政 蔡英文 蔡英文執政 蔡英文執政的過程當中 新潮劉頓一隻手就要進來 他說不行 他說這樣子 應該要BOT 就是類似BOT 不是BOT 是類似BOT 我們就讓蝦皮 蝦皮 皮西紅 神腦這三家進來 那其中兩家是陪榜的 蝦皮是永遠不可能 因為他是大陸公司 對不對 他雖然是在新加坡住 可是他公司負責人 是大陸天津人對不對 那只是讓你陪榜 況且蝦皮的規模 其實不如神通跟皮西紅來得大 好 這個裡面論資金 皮西紅大 所以他就讓皮西紅 好 陳諸 這裡面神通就是除了賴靖林 不是 神老 神老除了賴靖林以外 各位去看 王國才是哪一個派系的 也是新潮流的 賴靖林沒有弄到 所以他就透過了兩個新潮流 這裡面記住 居關鍵人物的叫做鄭寶欽 林俊憲是插花 葉餘精是質詢 他們這三個 我現在把葉餘精去掉 請問在講話的都是什麼 新潮流 就是新潮流他當時就逼著國家開放 所以他惡不惡劣 當別人陳諸到的時候 不行 你不能夠佔有15家的 那麼重的比例 你要分出來 在這個時候 蘇貞昌兩個月前 就要把董事長跟總經理把他換掉 為什麼換掉 因為做的這些決策 幾乎是總經理做的 而不是魏建宏做的 所以他先換 他先換誰 他先換總經理 總經理換王 換董事長 本來他們派的董事長 對不起 是曾經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一個弟弟 也是新潮流的 他要去做 結果輿論大花以後 王國才戰監 可是各位去看看這一些 搞來搞去都是他們新潮流 難怪張宏志會那麼火 他會把這些人的名字 統統點了出來 我告訴你 他們除了是龜山的物流中心以外 桃園航空城 是不是被你們新潮流吃得死死的 所以新潮流在那邊吃銅吃鐵 他證明了一件事 當蔡英文要下台以後 這些機構我還是能夠掌控 我就不管蔡英文了 這個就是新潮流的德性 除了我們看現在新潮流跟鷹派 他們上個月的時候 才在台南市黨部一場戰爭 才剛結束 現在這時候可以看到中華郵政 新潮流的手伸進去 但是也聽到有風聲說 鷹派的人也在裡面瞧這些人事 但是看來民進黨現在這時候 就是想在2020前 把能拿到手的東西 先拿到手再說 是 其實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4月11號左右 蘇貞昌突然撤換了 重要的幾個公營銀行的 不管是董事或是經營階層 對 當時就有人說 因為第一個可能是 因為民進黨覺得 自己的執政地位不保 所以現在能卡就卡 可不管怎麼樣 在民進黨一執政以後 吃飽吃滿的人是誰 不是其他派系 其實就是新潮流系 他不只是說剛剛所說的 國營事業的伸手進去 不管是董作或是總經理 包括其實大家曾經 整理過一整張 就部會首長 其實很多都是戲出局戲 戲出賴清德的 台南市政府的團隊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 新潮流系的 其實還不只是這樣 如果大家還記得 再把時間再撥遠一點 韓國瑜為什麼會有 今天的韓國瑜 如果沒有新潮流系的話 韓國瑜可能還在北農 大家記不記得2016年的時候 新潮流系已經把中央部會 國營事業都佔滿了 民進黨自己執政的範圍 他都佔滿了 還不知足 還把矛頭 把眼光對向了 台北市政府的農產運銷公司 當時他就 連個小小北農都想吃 連個小小北農 不是自己執政的縣市都想吃 當時本來要安插進來的人 不是吳英寧 而且還是新潮流系的蔣玉琳 然後大家還記不記得 從段儀康 梁文傑 這些新潮流系的民意代表 開始對韓國瑜發動攻擊 結果後來為什麼 蔣玉琳沒有成功 是因為其他派系的人覺得說 你也吃相太難看了吧 你什麼都要 你多一個位置 我又得少一個位置 所以其他派系的人 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袖手旁觀 甚至暗中在卡新潮流系 所以最後 新潮流系沒有拿到這個位置 可是民進黨沒有放下這個位置 接下來又有其他的動作 後來終於把吳英寧給拱上去了 其實最近新派任的 所謂的翁仲熙 他也是新潮流主義的人選 雖然他號稱是事務官 劉子庭新來的 但聽說背後還是新潮流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新潮流系 不管是新潮流系或民進黨 其實卡好卡滿吃飽難看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兩件而已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在高雄的時候 本來在選舉前會有一段時間 人事必須要凍結 因為你不知道選舉結果怎麼樣 你必須給新任市長一個人事權 結果11月8號本來是人事凍結的 法定期限開始 但民進黨政府怎麼 高雄市政府承舉團隊怎麼做 他在11月1號的時候 就在8號法定凍結日的前一個禮拜 大幅調動11位90等以外的公務員 把區長矚密的位置全部都卡死了 這樣子對韓國瑜有什麼影響 因為你把這些9值等卡死以後 韓國瑜如果要調動他們 就得同樣找到同樣職缺的位置 才有辦法把他們調走 可是問題是在地方政府裡面 9值等以上的缺是非常少的 所以形同說 你看今天韓市長的 整個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我敢說9成5都還是成局市府團隊 留下來的人 不管是政務官或是事務官 甚至他完全沒有辦法調動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海音中心 海洋流行音樂中心的執行長是誰 他的執行長 還是林昌佐的辦公室主任 所以我就可以理解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就突然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時代力量在高雄 會跟民進黨一起在黑韓國瑜 都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你知道嗎 在前朝時代居然有前民政局長 把台電的回饋金 疑似拿來當他自己的小金庫在用 民政局長居然在106年開始 大概連續三年 他居然挪用了大概303萬 好 然後他303萬做什麼用途 買酒 洋酒 買洋酒 然後還買茶葉 還買了一些有的沒有的農特產品 等等之類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些錢明明是為了 這個居民的健康 對 人民的健康 但是你買這個酒跟茶葉 還有農特產品 這些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對不對 民政局很妙的一件事是怎樣 他有公文 然後這個公文 形式上都完全是合法的 而且上面還有名冊 名冊上面的這個機關 或者是說這個社團 或者是這些里長 人民都有 也確實有這些人 但是你再去問這些人說 你有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沒有任何人有拿到 有名冊卻沒人拿到 對 所以他等於是有 那造假啦 對 這就是造假 所以他等於是用了這些造假 這些人民都有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拿到 所以他形式上看起來 好像都是合法 可是300多人買東西 總要有收據吧 要不然怎麼報仗呢 對 他還真的都有這些收據 能夠來核銷呢 還有辦法核銷 還有核銷 所以我們要問了 如果說他真的有買了這些東西 而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收到這個東西 那麼請問你 東西到哪裡去了 對 然後所以你說這個可不可惡 這個可惡在於說 這些錢是社區居民他們的 為了維護他們的健康的錢 對 所以怎麼會有這個官員 然後或者是公務人員 去動了這個人民的健康錢 然後來把這些錢 做他自己的公關之用 所以這個在前朝時代 我們慢慢慢慢揪出了很多 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 這些公款可能疑似濫用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目前都還一一的在追查當中 我也特別舉出了有三大疑案 我跟韓市長在做這個 把這個案子然後揪出來以後 我講給他聽了以後 他也覺得非常的訝異不敢相信 我其實也表示一個態度就是說 其實我相信公務人員99% 都是非常認真用心 然後要為人民來做事的 但是就有那1%的害群之馬 他讓人民會覺得說 是不是這些機關這些官員們 都是貪腐的 造成這樣的一個印象 韓市長其實他在當中 他也特別要指示說 指示這些公務人員說 如果有任何的貪腐的現象 都一定要揪出來 因為他希望說 未來的高雄市政府一定必須